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节课会讲一个软件的逻辑 还有它的一个简单界面介绍 那我用的是一个2016版 那你上网看到的像那个SonyRest Tutorial的频道的话 它用的是应该是2012或者2013这样子一个版本 所以但是界面反而差别不是很大 有点不一样而已 颜值来讲 然后呢SonyRest一打开的话 就会现在我这样子这样一个页面 空白的什么都没有 对右边这个好的Skip它不用管它 然后呢我语速这次要放慢一点 因为很多人说我语速太快了 相当的抱歉 好那个第一个打开的时候 我们点这个File File的话意思是说文件 文件的话那我们肯定是New New打开以后对吧 第三个不用管它 我们只要知道两个这个parts 那三比呃很多人都知道产品上面呃我们肯定不止一个零件 或者是由就即使是家具对吧 家具它都有最少七个到二十几个零件 那通常parts就是一个单独零件 而三比就是一个组装的模式 那通常可以怎么样呢 parts里面把所有东西给画好 然后呢那当然这种是设计师画法 工程师画法肯定是一个parts只有一个零件 但设计师不不会这么画 因为他不涉及到一个模具生产 所以通常默论点这个parts就可以了 这些adrantes只有高级什么里面东西先不要管它 我们先进去一下 要给你们说理解一下这个逻辑先 好打开以后对sonyvest 因为它是属于运算能力比较强的一套软件 呃而且它的一个parts对吧 你会看到这有很多的一个菜单对吧 上面呢是一个呃这里菜菜单的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一个命令或者工具 或者界面等等的所有东西 我们都能在这里找到 下面一点点在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操作工具 也就是说我们的工具栏对更正常的 都比软件不太一样没错的 这个呢是什么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操作的步骤 也就是说呃比如说我现在我做一件事 比如说我现在啊我随便点一下 我画了一个东西对吧 那我我我比如说随便画 你不用管我怎么操作 不用跟着我做 因为要你们教你们一个软件 好那个比如做完以后 哎你看对我刚刚做这个东西就在这 对也就是说我做什么东西 我点什么这里都会 也就是说意味着什么了 对可以修改 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可以这么一拉回去缩小一下 对然后缩小一对 这一次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跟着后面所有东西都会相相相相一起一起改 那现在这样子的话 那SonyOS他到底比如说我现在画完一个东西对吧 他的一个逻辑怎么样对他一定是呃他的草图对吧 也就是说他二维的这块一个草图跟三维他一定是分开的 所以说你不管SonyOS你见什么 他不跟心理不一样 YNO的话是可以说我直接一个就是说3D直接成型 对吧 画主要画一个3D SonyOS是不可能的 你画一个即使一个阵方机 你都画这样子下面的这样子一个Sketch 也就说什么草灰 然后最后这样子输出 然后就才能成为一个实体是吧 好 那一个成型逻辑大概就是这样子 你必须得要这么做 也就是说一定要2D转到3D这样子 然后才能成型变形实体 那储存的时候是怎么样 对他跟AI是有个共通点的 比如说这样子 诶 SafeS对吧 SafeS 然后我们像我比如说我现在储存在那个Desktop Parts1对吧 那Parts1的时候呃有一个问题 那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Parts1 那储存了 你们看到有这个零件对吧 那我们这是NewAssembly 因为最后你组装的时候给别人的话 肯定是组装好的一个东西 那我现在就把东西给拖进来吧 好吧 然后诶这里一个对吧 那我们一个东西我们再拖一个好吧 再对可以重复的这个没有问题 那比如说我现在就是那个挪一开 然后呢我就把那个两个东西对吧 说因为组装起来他的确是比那个什么比那个万物麻烦非常非常多 不是一般的多对比如说我这边在贴合 然后这样子我再跟这块面对吧 就说你看逻辑是不是很强 你看这样子两块面贴合 其实它是两个零件 那这时候我贴合完了 OK 然后我把它关掉对吧 这就一个东西 然后这时候我做一个事情 对 然后我把它挪到这里 哎 你看对不能挪 对 如果我挪了会怎么办 如果对 因为这里正在使用对吧 那没关系 我们先尺寸 你们发现对 完全就是说被占用的状态 那这时候我把它 其实很多聪明的同学肯定知道我讲什么了 对 我把这个 等一下哈 先把它关掉 A Continue 对 然后我这次把它打开 哎 你会看到对 就是这样子一个问题 我会怎么样 就是说你的locate的文件 就是说它的一个位置定位文件不见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对 诶 Cancel 啊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该怎么办 对 我们这次这样子 我们再把它关掉 啊 有点卡着机子 OK 我们先把它拉回来 拉出来先 那再把它上面给它打开 哎 你看呢 哎 它要回来 对的 所以说你们 如果开始学Sonyera的时候 一定要找一个 就是说 比如说 像我的 我这里是我的那个电脑啊 然后呢 那我这个盘是这样子的 呃 这个盘 你们看到这里 这里 CD 对吧 那我这个我是只有一个盘的 我是没有这个问题 你们的话 肯定是说 呃 对 所有东西放在另外一个盘上面 就是说 所有东西 目录文件 那如果你说 你换一个新电脑怎么办 对 所以 你换新电脑 基本上就是所有文件都要重新再整整一遍 那当然不用就不会整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 你们开始学的时候 这个文件一定要整理好 千万不要说人家说我桌面全是所有不同文件 呃 学特别是学上帝软件 文件的 要养成一个整理的好习惯 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 诚信逻辑 从刚刚的文件为止 这个两个东西 你们要整理的非常清楚 那好的 再下来的话 就界面的一个介绍 我们我们回去讲 回去讲这个东西 那比如说 对吧 所有的储存 对吧 编辑等等的都在这里 那那个 刚刚讲得到的 所有他所有东西 他都必须要说 从一个各种试图出发 呃 就是说 from side top 也就是说 设定不同的试图 然后从那个试图出发 对 那如果是说 我想弄一下曲线会怎么样 对 如果他不在一个平面上 你设定的那个坐标 会非常的麻烦 懂了吧 因为你说的东西必须要从一个面出发 然后再把它生成一个立体 好的 这个应该就能懂了吧 没错 那大概就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今天所讲的 soniverse的一个逻辑 呃 真心逻辑是不是很简单 我竟然要说的那么短 然后后面会开始不同的工具介绍 以及后面的一个草图练习 先把草图工具这里 sketch 草图工具会介绍完 顺便再教你们画一遍草图 画完一遍草图以后吧 对吧 就开始教你们这feature 哪一个实体功能 其实这样子 你们要学送那些东西 已经大概学完了 你说surface吧 呃 等有机会 我们再弄这个吧 好吧 没问题吧 OK 那个想交流的 那个或者有什么不懂的 想问的方便一点 可以加我微信 对吧 呃 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说 呃 我讲的哪一些 还是语数太快 呃 语数还是太快的 你们还是跟我说一下 好的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呃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